关心社区连续三年举办万圣节亲子变装嘉年花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孩参加 纷纷把自己的小孩扮成可爱的公主 或是帅气的钢铁人 开心参加万圣节活动 关心社区的万圣节亲子嘉年花 走的是温馨亲子风 也因此小朋友们的装扮 都是以可爱卡通或是童话人物为主 其实我们关心社区发展协会 我们每次办这个亲子走秀 我们是没有去设定 这个主题 但是我们只是说 是一个比较有喜感 比较温馨的造型 那不管是有小小兵 或者是我们今年还是有小小兵 那今年就比较多的公主类比较多 出现这样子 比较多的公主 还有一些这个王子 像我们还有这个钢铁人的 提到万圣节 最重要的就是上街药堂过 小朋友们一条人龙沿街 迈进跟附近商家讨着糖果 而有许多商家都有备而来 准备妥当等着孩子上门 我们是超人跟钢铁人的造型 西洋的文化 这种是外国人传统的文化 没有关系那个没有 然后我们后面还有 因为他有一些冰起来 然后有一些可以先给小朋友吃 这个多糖果 好多糖果 万圣节少不了血淋淋的鬼妆 世界高中也派出学生画起逼真的鬼妆 一个个从黑暗中窜出 鬼气十足 那我们总共有 时尚造型科的学生 跟美工科的学生 来做一个造型的装扮 那我们的造型总共有分成三组 一个是我们的动漫组 一个是我们的公主系列 当然还有我们最后面的丧尸系列 那非常感谢今天观音社区 邀请世界高中过来这里 那长期以来 我们跟观音社区的合作都非常的密切 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继续参与各项活动 然后继续走进社区 希望世界高中能够为社区所看见 观音社区连续三年举办万圣节嘉年华 每年都有数百人参加 也成为凝聚社区意识的一项特色活动 台坡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台坡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